現在中小學概覽提供給非華語家庭的指引 是否清晰和足夠呢? 同一間學校的資料 左邊中文版本就有提到 學校會協助規劃校本非華語和中文課程 但右邊英文版本就不見有相關字眼了 即使有提及非華語學生的支援 一份就寫在學生支援一欄 但另一份就出現在學校發展 香港容樂會查閱了三個地區 由尖旺、元朗和東區 一共97份小學概覽 以及86份中學概覽 除了上述問題外 團體還發現無論在中學或小學的概覽裡 都只是有近一成 有提及支援非華語教育的配套 甚至有學校得到教育局 非華語教育支援的額外撥款之下 都未有在資料上透露 尊重香港有中國文化 中國的文化、中國語言 我們都很想學 所以我們覺得要學的話 最好從學校開始 從小開始學 但很多時候遇到這樣的態度 學校會用不同的方法 我們可能沒有報告 或者去別的地方 我們就不知怎麽相信 這些概覽資料 是由教育局學下的委員會 簡稱家校會 和學校合作出版 我們在整個過程中 有跟教育局溝通過 我們以往也有寫信給家校會 問他為何很多資訊都沒有寫下去 他的回應就是 其實他們每年的角色 只是會出一張 form給學校填 學校填不填 其實他經常都說我用管不了這個說法 去推躺自己的責任 團體建議當局 應該在學校概覽裏 增設藍目 提供非華語教育的資訊 並且要求當局做好監管的角色 確保中英文版本的資訊相同 LiveTV記者 陳文庸報導